好了,剛才我們花了8個字的時間 去講述7個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對你行業的影響 好了,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咦,講了這麼多,但答題究竟怎麼回答呢? 放心,我們就去到下一節了 就是exempt focus,考試焦點 好了,這裡面,我們就看一看 我們就是會分析一些過往 past paper 的題目 會教大家應該怎麼回答這些題目 首先看一看,BAFS sample paper 1b Expain free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Exactly就是我們剛才所教的東西 To be considered in setting up a cafe 好了,我們要做的decision就是set up一間cafe 好了,說明一間,說明成立一間咖啡店 時,所需考慮的三個外在環境因素 好了,在這裡我們大家看到,這裡是6分 好了,再加一題目是require我們答三個的因素 好了,ok,那即是說呢,其實呢,我們會得知呢 其實呢,我們會得知呢,就是 對了,兩分吧 對了,乘回3的 好了,那這裡裡面呢,我們會知道的就是兩分一個point OK,那而我們呢,總共要答三個point 好了,看完條題目了,ok,那第一步呢,我們要知道的就是呢,現在呢,我們題目的key words呢,就是expring,OK 解釋,說明,好了,那在這裡裡面呢,ok,那我們呢,就要踏長一點的,ok 好了,那我們首先看看marking scheme先,ok 好了,那我們,let's say,第一個因素呢,我們就會是economic factor,ok 那我們就會考慮economic growth,income level,和purchasing power,ok 那這就是我們成立咖啡店需要考慮的因素了 好了,放心,這裡呢,不是我最喜歡想說的東西的 這裡,我只是純粹想show show marking scheme 給大家看,好了,那你看到,marking scheme很簡單 那純粹就是答了一個factor,factor的heading,ok factor的heading,ok 還有一些subheading,那我用另一個顏色,隔著它,ok subheading,好了,那但是,大家不是真的相信,只答了這些可以得到滿分了 其實呢,是不行的,ok 如果大家只是跟著marking scheme回答,ok 這裡呢,最多呢,只有1分的,ok marker最多給你1分 好了,大家可能會問,為什麼這麼奇怪 我們照著marking scheme回答,ok 我們都會得1分呢,考評局是不是玩我們呢 嗯,其實呢,考評局呢,所需,他的requirement呢 他是想大家with elaboration,with explanation的,ok 好了,那可能大家就以為了,再加多一句半句的elaboration 那但是呢,elaboration其實是很空凡的,ok 我們有沒有一些direction,或者一些structure 我們要follow呢,好,其實是有的 好了,那大家呢,就跟我揭去考一版了,ok 考試小提示,ok 那在這裡呢,我就會illustrate,ok 整個答題的方向是怎樣,ok 還有什麼技巧要注意的,ok 那你見我加了兩顆星進去啦 那這裡呢,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一版,ok 亦都是我們今堂最重要的一版 大家一定要打升12分精神 好,那首先啦,我們第一步呢,我們要 我們第一步呢,我們就要understand 我們題目呢,究竟在問什麼先啦,ok 好了,question read,ok 我們題目,呃,問的question read,就是expring ok,那就是說明啦,ok 好,那而呢,我們在這課裡面呢,我們考的題目呢 這題目的考的題目呢,就是我們的 好了,我再玩幾個數 好了,跟著,我們的background information 我們現在呢,我們現在呢,是一間咖啡店 我們現在開始一間咖啡店,ok 那咖啡店呢,這裡呢,是一個 的catering business 對了,餐飲業來的 是一個餐飲服務業來的 OK,那它呢,就是顧名師 顧名師,顧名師,是一個service industry 服務性行業 OK,好了,那大家可能覺得很傻仔 為什麼我們要抽這些出來呢,ok 那這些東西呢,是慎防大家,ok 如果是不明白題目最主要,ok 是考慮哪個topic的,ok 那這個時候呢,那大家就一定要 去找回這些informations 出來,ok 大家做題目的時候呢,只需要 選擇這些informations 就足夠了,ok 不需要特意開個表 好像我這樣寫給你的 只不過第一次為清晰,ok 我就寫給你先 好了,第二,我們最 basic 我們的答題flow呢,我們就是這樣 ok tea,ok 查 好了,那我們各自呢,是有個 meaning的 ok,好了,t啦 是正面為topic sentence 主題句,ok 主題句,ok e,是正面為elaboration 解釋 解釋 好了,接著啦 a,是正面為application 對啦,應用 那就是說呢,我們會,我們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checkpoint來的,ok 我們答每一個point 即兩分的題目,ok 我們要包含這三個元素,ok 那我們呢,先會拿到每分的,ok 好啦 那好啦,平時一般的老師就會教到這裡啦,ok 那但是,我怎麼會教到這裡啦,ok 我以下下來呢,就會詳細地呢 是跟大家去講講,我們整個答題的structure 是怎樣 好啦 答案的結構 好啦,那我們呢,我們回答一些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的題目啦,ok 第一樣東西要回答的呢,第一個topic sentence要回答的呢 就是我們的大point,ok 那這個呢,就譬如很簡單 我們用cafe店這個例子,就是譬如economic factor 好啦,那答完economic factor啦,我們第一個考慮的因素就是economic factor啦 不夠的,ok 我們還要加什麼呢,我們還要加defination 好啦,我們回到前面,我們先看看 那economic factor啦,就是他們的 那economic factor啦,就是他們的 對啦,那economic factor啦,就是指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 and chance,ok 對啦,那我們除了答完的大point之外 我們還要答他背後的defination 好啦,那我們如果答完這一堆的話,ok 我們會拿到1分的,ok 好啦,但是,很明顯大家的目標是全取滿分啦 好啦,那如果要全取滿分的話,ok 那我們呢,就要說得出,ok 這個economic factor啦,ok 對我們現在的decision,現在的decision就是成立一間咖啡店 ok,有什麼關係,ok the logic是怎樣 好啦,那好啦,那跟著啦 我們就,譬如很簡單,我就會畫啦 其中一件事我們要考慮的就是,我們消費者的收入水平 好啦,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就是消費者的收入水平,ok OK,我們一定要答得出income level這個字的,ok 收入水平,ok 因為呢,記住,我們其實markers的改卷呢,是很想大家能夠寫到一些business term ok,或者叫terminology 好啦,這些呢,我們是指一些商業用語 ok,這個就是商業用語,用詞 好啦,ok,那我們能夠答到這些business term 其實某程度上呢,就是跟marker在替命,ok 告訴他,我是有1ne4的,我不是純粹吹水,ok 那,怎樣分呢,一般吹水的同學就會說,現在因為經濟好,ok 那所以呢,我會覺得,成立一間咖啡店呢,就有錢賺了,ok 但如果你將這件事稍微收息一下,整個答案呢,就會很perfect 我們就會說,我們成立一間咖啡店,第一樣要考慮的就是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的definition就是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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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首先,我們會考慮消費者的收入水平,income level 好啦,那我們其實說完這裡呢,是不夠的,ok 那我們就要,嗯,畫一條線啦 ok,我們就要利用logic flow,ok 我們就要利用這個logic flow,ok 我們要利用這個logic flow,是去帶得出,ok 究竟收入水平高,ok 我們收入水平高了,就對我們的,嗯,business operation有什麼影響 對啦,如何影響企業運作,ok 好啦,那現在呢,我們就詳細一個,嗯,flow 告訴大家,ok 好啦,那我們在近幾年,香港,香港人呢,ok 的收入水平呢,其實是有所提升的,ok 好啦,我們香港人的收入水平啦,就有所提升啦,ok 好啦,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他們就 好啦,那他們呢,就更加願意去 spend on 那些呢,就有所提升啦,就有所提升啦,ok 好啦,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們sales 呢,就會increase啦 對啦,我們咖啡店的收入呢,就能夠有所提升啦,ok 好啦,那所以呢,這個呢,就是一個 beneficial factors OK,就for setting up a cafe 好啦,那這個呢,就是對我們成立一間咖啡店啦,就是一個有利的因素來的,ok 不好意思啦,好啦,中文的同學,放心,我們有一個完全五聲的答案 在後面的一頁,ok 好啦,那我們首先呢,就看一看我們整個flow,我們應該怎樣回答先啦 整個structure就是,首先,我們達到一個大topic啦,就是political啊,legal啊,economic啊,或者是competitor這些因素啦 跟著,再加一個很brief,很短的elaboration的definition啦,ok 這裡呢,就會值得分,ok 好啦,第二啦,我們就要用一些business terms,或者business terminology,ok 是帶出,ok 是帶出,ok 這個因素的其中一個subheading,ok 對我們的business有什麼影響 好啦,那這個呢,就是一個大的heading啦 就是大,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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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個大的heading啦 那這裡呢,就是我們大heading裡面的subheading 就可以遠出租 Gordongy,然後下出租 ultimately, 好,好,那 parent 好,那簡簡單,我們這裡的另外這個 ya 就lading aqui就是,我們香港people呢,Income Level 是有所提升的,當然啦,香港人的收入水平呢有所提升啦 所以他们就更加愿意去 spend on the leisure activities 所以他们的sales revenue 就有所提升了 of the coffee shop 这就是一个beneficial factor 那我们再回去了 刚才这个tea 了 看见到我们在这条题目里 topic sentence 有 elaboration 有 application application就是指你真正能够在解释咖啡店的情况 ok 有 logic也有 所以这个就完全是一个缓分的答案 ok 完全中了point 所以记住了 你们回答题目的时候 ok 除了要讲这个factor 再加这个definition之外 还要带得出我们这个income level 对我们的setup的business有什么影响 还不够 还要apply 咖啡店这个case apply这个背景 ok 这样才能够全取满分的 ok 那大概我们要写个行数 如果是英文的 大概4-5行 ok 如果是中文的 大概3行多一点 ok 好 那跟着我们后面呢 就有一个 5 star的answer 就是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好了 那大家就可以揭替后面的版 suggested solutions 建议答案 好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首先呢 我们就一起看中英文版 好了 first cathione should consider economic factor ok 我们回答了个大heading ok which mainly concerns the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 and trends of a territory ok 这就是我们很短的definition 所以考虑经济因素 ok 这个呢 主要与一般的经济状况 和发展呢 是有关的 好了 第二了 我们答完上影片的部分 是不足够的 我们还要下面这里呢 这四句呢 就是最主要说 我们这个经济因素 里面有什么 subheading 和我们的business operation有影响 好了 我们就会说 income level是升了 ok 那这个呢 就会导致他们的购买力 是有所提升的 那么他们呢 就会更加愿意去 spend on一些leisure activities ok 那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很good的business prospect for这个coffee shop 那这个呢 就是favorable factor for setup一个cafe ok 那所以呢 我们最后 evaluate完这个factor之后呢 最后 我们一定要说到 究竟这个的因素 ok 对我们成立1cafe 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还是负面的因素 ok 好了 好了 收入水平上升 ok 那你就更高的购买力 更愿意花费 与休闲活动 ok 那就能够吸引 业务投资者呢 就是开始咖啡店了 ok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答案了 好了 所以记住了 就这样看marking scheme 是没有用的 ok marking scheme 教不了你怎么回答题目 ok 要学会怎么回答题目 ok 记得上读 听我说 好了 那接着 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就要去教大家了 ok 那现在要教呢 就是教大家怎样选择 教大家怎样选择 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其实我们在刚才这么多个point里面 我们其实刚才有很多个point ok 那我说一说刚才有什么point 我们是学了的先 我们有 political leg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e competitor technological technological 和physical 那中文就不打了 ok 大家应该懂的了 好了 那我们选择point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整个第一个大的heading 大的topic sentence 这里呢 其实就判断了大家是有分还是没有分 如果这个point 完全不是marking scheme出现的话 就算你下面的logic 答得多好 答得多圆满也好 你是一分都没有的 ok 所以我们选择point 是需要很小心 ok 好了 第一件事大家要清楚的 就是 在答 在我们的 bfs考试里面 political 和legal 我们会当是这个point 所以我们会写political andlegal factor ok 那我们就 因为 为了清晰是一件 我一份笔记才读 立分开两个point 去教大家写 但是记住 ok 在我们 答题目里面 这里 两个 是同一个point 处理的 ok 好了 选择point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 能不能够 ok 利用这个point ok 在这个题目里面 是回答了一些 很高質素的 elaboration ok ok 我们能不能够 描述这个point with a very high quality 简单说就是 容易写 ok 好了 第一 political fact 这个是相对简单 我们可能说到 可能 香港的税制 香港的税率 是比较低的 ok 很容易吸引投资者 ok 这个是很容易去elaborate ok 经济因素 都是很容易去elaborate ok 可能说一些收入的水平 经济的周期 或者通证等等 social culture 都相对比较容易 我们可能会讲到 香港人会追求 一些什么的因素 ok 好了 那跟着我们之后呢 下到去呢 ok 就会有competitive factor ok 这个就相对比较容易 那我们就可能讲一下 附近有多少的竞争者 那譬如说可能会不会有 Starbucks 或者Pacific Cafe 在旁边 ok 好了 跟着剩下这两个 physical 和technological 他们要写一个很高质素的elaboration 是相对比较难的 好 因为technology呢 我们做cafe的operation 没有一些特别的高科技是需要的 ok 所以我们就比较难写这个的因素 如何影响我们考虑成立一间咖啡店 ok 而physical factors 也是 因为可能有些气候 空气污染 和我们成不成立一间咖啡店 的关系 不是特别大的 ok 好了 所以我们呢 现在会看到我们这四个point 我写着easy ok 所以记住 凡是我们写难 我们是要选一些比较容易写的point 是先写的 ok 这个呢 是first priority 优先 好了 所以这些point呢 我们是优先处理 那就是说 先写这几个point ok 所以这里呢 我要教大家呢 就是教大家 如何选择point ok 选一些高质素 而容易写的point 不要写一些很难的point 去刁难自己 ok 所以大家呢 再回到你刚才的marking scheme ok 那大家会看到 我们有political and legal factor combined 做一个的 economic factor 经济因素 social culture technological 和competitor 而这个point 我会觉得是相对比较难写的 ok 因为我们很难去指出 我们咖啡店 運作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科技的应用 ok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写1 2 3 5 这几个point 而physical factors 就完全不在marking scheme里面的 ok 所以记住了 我们在这个excame skills 这个环节里面呢 就教了大家两样东西 第一 就教了大家 我们整个answer的structure是怎样 记住 不同体型 答题结构都有所不同 这条题目的答题结构就是 首先 我们有个heading 再加的definition 其次我们就要logically 去show到一些的subheading 和我们的business的operation有什么影响 ok 详细的logic flow 已经在这里写了给大家了 好了 然后第二样东西 我们要学到的就是 如何去选择point ok 我们要选择一些高质素 而容易写的point ok 那就是头这四个 ok 所以先写这四个 头边的两个就不要理会了 因为在这里里面 大家只需要写三个point ok ok 好了 那又到我们课堂的接近尾声 好了 那在这里里面呢 我们就有个case study 这个研究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一部分呢 大家呢 就是for reference 就ok的了 好了 那因为呢 我们BFS 都会相对呢 是比较贴近我们的时事 那前排呢 就码头工潮 那所以呢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 就给各位考生了解一下 一个码头他们的运作是怎么样 好了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最主要呢 就讲一个 鹽田的 嗯 国际火柜码头 ok 在深圳那边的 ok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你呢 用一个的 我们现在就要分析一个的 macro environment for your business ok 那希望透过这个的分析呢 就帮我们去制定 这个的 proper strategies 好了 那我们的分析结果呢 就如下 好了 那第一啦 那我们呢 其实我们政府呢 就已经采用了一个的 Electronic Custom Inspections 和Paperless Clearance 好了 这个就是说呢 我们会采用电子的通关 那就是这个呢 是一个政府有利的政策 帮助我们推动码头的发展 好了 那第二啦 我们呢 其实locate 在深圳 一个自由贸易区 OK 一个自由贸易区 那我们呢 企业呢 只是一个maximum test rate 是15% 那就是这个呢 有一个test advantage 对我们这些企业的 ok 那对于经济因素来说 ok 我们有什么要考虑呢 那其实呢 我们广东呢 就是我们南中国的一个经济的重阵 ok 那很多的 新产都会在广东里进行 ok 所以我们广东呢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ok 那所以呢 嗯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受惠于我们广东 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那我们在盐田港呢 就有一个很迅速的发展 好 第三啦 technological factor 科技的因素 ok 那我们呢 就有一个很先进的system ok IT system next generation 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 那这个system呢 就可以帮我们 确保到我们 operation的stability 和efficiency ok 營运的稳定性 ok 和我们的效率 好了 那最后一个了 physical factors ok 那因为我们盐田港呢 是 located在我们的主港三角口的 ok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中国呢 最大的export 和一个处理加工的一个中心 ok 也都轮近香港 那所以我们现在 盐田港呢 就是一个很advantages的geographical location 一个优势的地域 地域的因素 好了 那所以啦 这个case study 就其实是希望帮助大家了 了解更加多我们码头的运作的 那我们纯粹是reference only 好了 最后一部分了 为了方便大家温书 ok 所有的factor 中文版 英文版 ok的summary 都写在这里了 ok 看看怎么看 左边这里的 我们是讲了我们的大的heading ok 那就是譬如政治 及法律因素 经济因素 右边这里 隔着了的 是这个heading的definition 好了 那么 例如这一部分呢 就是至今我们的subheading 了 那就是说 再重复多次了 ok 答题技巧永远最重要 答题的时候 第一个topic sentence 就写了这个政治及法律因素 首先 接着再補加 再補加 補加多一句就是说 这个因素的定义是什么 好了 接着了 拿了一份 第二份 怎样拿呢 就是要说 我们要利用这些subheadings 去带得出 他们对我们的business operation 或者我们的decision的关系 比如简单 我们现在用呢 就比如经济自由度 那我们就会说 香港的经济自由度 就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能够吸引一些外资来香港 ok 就开始一些business ok 这样这个整个structure 是原本的 ok 好了 那英文版就在这里了 ok 那full summary 都在这里了 整个structure都完全是一样的 ok 就可以方便大家温书 好了 那今堂呢 就大致上差不多了 哇 都讲了超过一个小时 这样呢 在右下那里呢 就有我的email ok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 ok 有什么查询啦 或者有什么不懂啦 有什么想问啦 那就可以传回email ok 那就去问回我的 ok 好了 那那那那那 那那这份笔记呢 就是真是精心製作啦 那就跟一般的教科书 我相信分别都很大啦 那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笔记呢 就帮助大家呢 是准备2014年的BAFS公开口试啦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讲住这么多先 那下次再见啦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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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